清晨又有中共军机 轻饶我国西南空域 空军按照惯例广国驱离 没有想到这一回 共机竟然回呛 说不要干扰他们的训练行动 还直呼我国是台湾地区 事实上从今年到现在 共机轻饶我国空域 越过海峡中线挑衅 已经有49次之多 创下了历年新高 而我国空军出动了2972架次 已经耗费了255亿元 国防部长沿德发 再次向共军喊话 不要破坏现状 临晨5点20分 共机再度轻饶我西南空域 空军如常广播驱离 没想到 来自共机的广播 自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甚至不客气回呛 呼吁我空军 不要干扰他们训练 走上9点 共机再度扰台 频率之高 而且透过广播回应 是今年的头一遭 面对这般亲门踏户的行为 国防部长沿德发 再向共军喊话 呼吁中共当局要节制 共同维护我们台海的 和平和安全 不要改变现状 不要破坏现状 呼吁中国克制一些 毕竟从年初到现在 共机跨越中线挑衅 已经49次 创立年新高 作为因应空军出动 2972架次 后费的军费 已经高达255亿元 我们这个时候是最有战力的时候 因为我们实际证明给国人看 部长一句 现在是战力最长的时候 一再反驳前陆军司令 陈廷宠 之前批评 国军零战力的说法 巧的是现任国防部长屋次长陈晓明 和陈廷宠是亲戚关系 也让陈晓明成为立委咨询的对象 陈廷宠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是我的亲戚长辈 你怎么称呼 我再来我遗仗 叫遗仗 是 认不认同他的行为 他是我的长辈 他有他的看法 就算是亲戚 也有立场不同的时候 国防部呼吁要对国军有信心 面对共机侵扰 空军始终坚守台湾的领空 记者零先节目 向3TV报道